欢迎来到听起来很科学 我是科学人杂志的近期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保育界的KOL郭雄 郭艳人 大家好我是郭雄 郭雄今天继续来跟我们聊一下 你在做黑熊保育或是调查研究的时候 遇到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一定是要跟原住民大哥们一起喝酒吗 也没有 但是它是一个 酒其实是一个对于原住民文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就跟火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用火来讲酒好了 因为有火才会有酒 火的物理是很明确 就是它可以让你温暖 可以让你空煮食物 但是它其实也在连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坐在火边就是温暖 所以你会不自觉的只要有火 你就会坐在火的旁边 那当你坐在火的旁边 你就会自动的开启对话 所以我觉得酒也是这样子一个 就是透过让我们彼此有连结的一个方式 在我所熟悉的布农族的大根本里面 喝酒其实是很有趣的 喝酒是用一个酒杯 多大的酒杯 可大可小 看你的准备的酒的量 但是也不会太多了 因为就是你一杯如果很满满的 就会很快醉了 但用轮的方式 这种轮杯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彼此不分你我的一个状态 在场的比如说五个人 我们都用一个酒杯 其实就是我们是一体的 这样子的喝酒过程 其实你会开始注意到他们讲出很多有趣的故事 这些故事可能是个人的人生经验 可能是他的狩猎经验 或者是也许是彼此不同的人在讨论他们部落的迁移的故事 或者是这样子的诸如此类的故事 那对我而言 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很精彩 但是精彩的听着听着之后 你会发现到他其实是跟山交融在一起 像麻省一般是搓揉在一起的 你没办法去把他分门别类 或者是就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常常会需要去部落做访谈 那访谈的时候可能大哥正在喝酒 那你就会注意到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 或我们这些所谓的从事生态科学研究人来讲 我们会有一个期待就是 譬如说我来找你问问题的时候 我期待你告诉我是你的那些熊的经验 譬如说你到底哪一年遇到了什么熊 或你有没有打过黑熊 对你的数量经验 然后这样很像ECL表的那种科学室资讯 可是你会发现到当你这样问是问不出答案 因为他们其实会就是这些事情是交融在一起 你必须要从中去慢慢的去抽食剥茧 那他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是三四亿个整体 我会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所以您写了一本走进布农的山 对 就把你所有在布农族遇到跟黑熊的故事 写出来 而且我很故意就是我希望让这本书不要看起来很科普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公开节目上讲 挑了科学人的节目再讲一件不希望他科学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就如同我自己的感觉是要让人对于自然有兴趣 其实是好奇心 而不是教条式的这样讲到越来越不敢 对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去创造的是一个空间的想象 想象或迷雾森林的探索感 对而不是去把黑熊的生态啊 资讯啊或布农族的一些文化 就这样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是用稍微有点文学的方式 在陈述这整个布农族跟黑熊跟山的故事 对我也得到一些回馈 因为我确实有一些读者 他可能真的对自然是没那么的熟的 对 就他在听我讲 譬如说黄猴雕 他会边看书边Google一下黄猴雕到底长怎样 或者是比如说讲到布农族 他会真的去Google一下布农族的 就是网路上的一些基本的资讯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创造的过程 关于台湾黑熊的分布 我听过一个传说 就是台湾黑熊的分布范围 跟台湾云豹是不会重叠 以前是说不会重叠 不过台湾云豹已经灭绝了 那这个在布农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吗 一个传说 对其实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理分界线 但是现在也慢慢被打破 因为我们已经没云豹了 对那这个是应该是江博士的 对江博士早期的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黑熊不会过北大午餐 对对对 然后北大午餐是最后传说有云豹的地方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熊跟云豹因为彼此有很多说法 这其实也凸显了部落的文化多样性 就是你会听到彼此帮对方画画 就是黑熊跟云豹早期都是素色的 但是就是画画 对黑熊很认真 把云豹画得很漂亮 然后云豹就偷懒 就把黑熊画一个B 对那也有听到换皮毛 就是彼此就是以前黑熊的皮毛是云豹的 然后他们就云豹设计黑熊交换了皮毛 所以黑熊就穿到黑黑色的 云豹就穿到一片漂亮的皮毛 那他们其实在讲的是物种的生态的气味 或他们彼此的生态的偏好的差异 我觉得其实在读台湾原住民的神话故事的时候 他带给我很重要的启发是人怎么看待自然环境的想象 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些物种的神话故事 你可能会听到很觉得很很有趣很离奇 甚至有点好笑滑稽但是因为云豹跟熊怎么会换皮毛 可是其实在拉高一点或跳出点思维的时候 你会突然意识到说 哇原来布农族早期是跟云豹跟黑熊有打过关系的 不管是他们共域生活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有被黑熊攻击过 或者他有募集过云豹 或还有募集过黑熊追着云豹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神话的故事的转变出来 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整个台湾的原住民族身上是非常的多的 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各个民族 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有出现在他们的部落周边的自然环境 包含了红块扁薄 甚至撞到月亮的树潭山 或者是在阿美族的海边 你会看到很多跟海有关的地景 然后是结合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 所以台湾黑熊的分布 现在其实几乎是整个中央山脉 台湾黑熊目前在台湾的中央山脉 是尤其是台湾的东南边 我们讲玉山瓜公园以南 是主要它的分布的区地 那黑熊过去台湾早期就是平科大的美秀老师 他曾经做过一张台湾黑熊的分布地图 我们也注意到了黑熊在海岸山脉 其实是区域性的灭绝 海岸山脉过去是有熊的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你去问那边当地人 大概有一点年纪的 大概五六十岁的老人 如果他有在跑山的话 他会跟你讲说 有海岸山脉曾经有过熊 因为这是有人误捕抓过 或有发现落痕迹 但是这二三十年来已经没有人在海岸山脉 再发现到一个明确的黑熊痕迹了 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区域的灭绝 但是他在整个中央山脉 目前像刚刚上一集有提到的 中央山脉保育狼道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开始觉得黑熊在东南部的族群状况 是还不错的还可以的 至少玉山国家公园都发布了 他们觉得黑熊在这个地区是似乎有稳定食品 甚至有族群上升的趋势 那这其实蛮呼应 其实前一集讲到了 其实当我们把一个自然栖息地顾好 其实对野生动物而言 他们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脆弱 他们自己就会慢慢的在生命会找到出路 那郭熊除了跟不同族的大哥 喝酒聊天谈他们看过的黑熊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知道 台湾黑熊的分布 还有他们在野外怎么样活动 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喝酒聊天其实是在讲的是部落访谈 应该说这是调查黑熊的一个方法 但是喝酒只是其中一部分 千万不要误导听众好像觉得我研究都在喝酒 对那其实我们在讲做这种数量稀少 或大型石头木或这种不易轻易 让你在野外轻易目睹的动物 其实通常的调查方法蛮多种的 对我们刚才讲的访谈 或者是各位可能听众有看过或听过自动相机 对或者是我们在野外实际去寻找这个物种的痕迹 或者是甚至募集他的这样的记录 或者是我们广发问卷 对比如说发给全台湾有在爬山的登山客 或者是林务林业署的护管员 或者是一般你只要有看到熊的民众 然后透过问卷的方式 这种比较非侵入性的调查方法 是早期在国内外在做这种冰纹物种 或这种大型稀有的数量稀有的物种 很常用的一个方法 那他也需要一些验证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譬如说举例来讲好了 不论是访谈也好或问卷也好 也许这个人误判啊 你不知道他的资讯到底是正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他收到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会去实地现场做一次 就是说痕迹的调查 或者去实际去观察 哎有没有熊的痕迹 比如说他说那边有熊 但是我们去可能去了两三次都没有 那也许这个资料的可信度 或这样的可信度 就会在我们在做后续的统计分析的时候 会做出一些权衡的加减这样 所以对我个人来讲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因为有点像是在去寻找有或没有 然后这样的探索 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 的乐趣 因为有时候你到这地方 你就确实发现就很开心 就觉得在山里找到了答案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到 走到这里为什么没有熊 早期你就会有这种心情 你会想说尤其在台湾的北部 台湾的黑熊目前的状况 在北台湾其实族群数量 还是没那么的多 所以有时候你在北部一些 很漂亮的森林环境 你就会觉得 这边到底为什么会不会有熊 就为什么没有熊 那我们都会看一想说那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写讨论 写报告都要写讨论嘛 因为就是你明明到一个应该要有熊的环境 但没有熊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或者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还要在做些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野外装自动相机这件事情 怎么知道要装哪里 自动相机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器具 因为它可以填补我们对野生动物的所有想象的画面 对因为我自己在用自动相机之前 我花很多时间在做野外的黑熊痕迹观察 就是因为我们主要的调查方法是去找熊的痕迹 所以你会看到熊的抓痕 熊的脚印也许熊的窝 熊爬树的留下的一些的痕迹 或者是它的排遗 可是你毕竟不是亲眼看到那个物种在那边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脑袋会有画面 所以我觉得做野生动物人想象力一定要够 但是自动相机它是实际的录影或拍照 它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物种亲眼在你面前做出这件事情 比如说走路啊惊恐跑掉啊 或者是刚好跟别的动物有一些互动啊 它其实就是在一方面填补我们这样子 对于野生动物的行为的想象 但它实物上更棒的是 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动物 然后以及它相对的多广 比如说拍的数量就可以知道它的相对的变化 甚至它的时间季节有没有一些个体行为 这样的东西是可以进来做分析的 蛮好玩的 所以从在野外放的自动相机 然后你收回来看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一个自动相机拍过的画面是 一个泥巴水坑一个水池 一开始是猴子经过 之后是山腔之后是水路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爱都在泥巴里面打滚 那最后出现一只黑熊的时候 我其实很高兴说真的有黑熊 而且拍到黑熊怎么样经过这个水池 然后它在上面做哪些事情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会蛮喜欢 架在这种有点特殊的环境 比如说烂泥池啊 想去看看动物很放松很自然的样子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连结 因为多数的人没有机会在野外看到这些野生动物 我们甚至到动物园去看到的可能就是它 比较慵懒的样子或休息的样子 还不算是全自然而然的那种它的自然的样貌 可是当你透过影片你发现到哇原来一头熊或一只水路 它在如此放松的过程之中是这样子 就是四角朝天像家里的狗一样 对啊那种样子你会觉得蛮开心的 所以当你看到你放的自动相机拍到了熊 你那时候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 开心啊对我们来讲看到野生动物都是开心 其实在野外就是这样收相机啊 我们其实放的相机还蛮多的 所以早期可能我随便一个样区的相机可能都超过40台 那在检视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是蛮蛮有趣的过程 因为它在做黑熊的调查之外 某种程度它也在挑战或检视我自己对于熊的敏感度 因为你要放到能够拍到熊的位置有点难 因为熊是大型动物然后加上它数量又少 所以就会在拍不到熊的过程之中 你会蛮煎熬 你会想说是我相机 是我位置不对吗 还是我角度错了 但是一直看着看着 然后忽然到拍到熊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种如释重步的 而且会很爽的那种心情 耶就是英雄主见月桶 我觉得我找的路是熊会走的路 那其实会蛮开心的 因为接下来你就会想要去更仔细的去看 影片中那头熊他的状况是怎样 他是公的母的啊 或者是他的走路是不是正常 他有没有外伤啊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中了陷阱或者是 尤其在北部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北部要获得一张熊的照片都很难 我有时候都跟我 因为我们常常跟林业鼠合作做一些研究计划嘛 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不要太期待 我都要先打预防针 虽然我们我们会很努力 但是你们不要太期待这样子 但是拍到就会很开心 但是我近几年来是不是拍到的机率有稍微提高了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容易了 而且这个容易是容易的地方你会蛮蛮嚇一跳的 我刚才讲的是北部 但是其实在花莲台东 像我们所熟悉的卓西一直到台东的路野 那种你我们都会在那边 我们就会去花莲玩嘛 不管是玉里池上观山路野 这些大家所熟悉的车站 你只要一下了火车 你往中央山脉看过去 不用看太高 看大概还有人烟 就是那种你会看到有公寮有农地 然后有部落的那些地方就有熊 就可以拍到熊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在野外遇到熊的机会 应该是越来越高了 我会这么觉得 但是也不要忘了我前面一集有讲到 其实熊是很 一个拇指 而且他也很敏感 他不会 他如果不想让你遇到的话 他会躲避 他会躲避 今天非常谢谢郭熊来跟我们谈一下野外调查的经验 下一集节目我们要谈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 邀请郭熊来跟我们分享他亲身遇到的捕捉细放 还有救援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 请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听到下一集精彩的节目咯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